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甜甜 司宫淘汰 蔡诗云 武功淘汰 王林 杨景华 6月24日直播夜 这世纪入境眼赛名额的姐姐友 双结棍组派出 骑士精神组派出 寒雪 陈丽君补 月亮之上组派出 萨鼎鼎 李斯维斯米组派出 上文杰 本次直播播客舞台选取如下 悟空 爱 侠客银 但愿人长久 负重一万斤长大 练武功 你们希望自己喜欢的姐姐匹配到哪个舞台呢 谢金燕姐姐又能否如愿带来一首闽南语独唱呢 反常表演的姐姐你们又期待着哪一位呢 说起来 这成风2024可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随着成团之夜的脚步越来越近 全国观众的心都被聊得痒痒的 就像那春天里的猫爪子 一刻也停不下来 这次的直播决赛 可不仅仅是考验选手们的综艺实力 那简直就是一场是绝合情感的套贴盛宴 让人拭目以待 这次决赛跟往年可不一样 直播方式可是个大胆的创新 这还要归功于之前武功突击赛的成功尝试 那场比赛通过直播 吸引了无数眼球 话题热度也是吵得沸沸扬扬 武功突击赛 不仅收视力飙升 还确立了实时观看的新风潮 观众们可是要付费 才能继续追踪后续节目 这一下子就把节目的市场吸引力 提到了新高度 这部 节目众还透露了 陈丽金在接下来的直播中 会有某种优先权 看来更多的精彩环节就要上演了 节目组对他可真是青睐有加 话说回来 这次决赛的录制时间可是大有玄机 跟往年六月中旬就开始的模式不同 这次决赛录制和武功赛之间 整整有一个月的准备期 这几乎就是在明示我们 决赛将以直播形式呈现 这是让人期待不已 这种不确定性 让每一次表演都充满了未知和新鲜感 观众们可是有眼福了 乘风2024这一季 可是汇聚了何杰 尚文杰 陈立军 陈浩宇 七微和刘欣这六位人气爆棚的选手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星和风格 就像六颗璀璨的星星 在综艺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特别是在你好星期六等节目中 他们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特别是七微 她在舞台上的自如和魅力 简直就是把综艺明星的范儿 展现得淋漓尽致 虽然陈立军和陈浩宇 在其他领域已经小有名气 但最近在综艺上的表现 可真是让人刮目相看 他们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潜力 还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多面性 看来 未来的综艺界 何杰 陈立军 七微和陈浩宇这几位 可是要频繁亮相了 不再只是大型晚会的表演嘉宾 这可真是为他们的职业生涯 开辟了新的天地 也让观众们有了更多的娱乐选择 再来说说上文杰和刘欣吧 他们在音乐综艺节目中也是大放异彩 上文杰那深邃的谈吐 在慢节目和深入访谈中 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让节目的层次丰富了不少 也引发了观众们的思考 大家都觉得 他的风格真是太适合那些有深度 有氛围的节目了 而刘欣 作为乐队主唱的他 在音乐类竞赛节目中可是如鱼得水 他不仅音乐才华出众 还对音乐创新充满了热情 这可真是让人看到了他对职业生涯的明确方向和坚定承诺 他选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为了展现他在音乐领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精神 这份指责真是让人佩服 当然啦 陈丽君在综艺舞台上也是毫不逊色 他的活泼和亲和力让他迅速成为了观众的宠儿 不过在音乐竞赛中 由于他并非职业歌手出身 这一身份在某些高水平的音乐节目中还是成为了他的软肋 对于这次乘风2024的决赛直播 一级七微和陈浩宇将会占据重要的位置 从节目的剪辑 还有规则中 其实已经可以略剑端倪了 但是 根据现在网上的投票 还有观众的反馈来看 陈丽君现在无疑是最巨人气的参赛者了 他在网络投票中那可是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 另外 和杰和尚文杰在节目中 虽然有时候会扮演一下牺牲者的角色 然后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 但是这种关注 其实并不总是正面的哈 有时候 也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争议 但是 这也许就是节目的另一种看点吧 成风2024这一季 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综艺节目竞赛而已 它更像是一个大舞台 展示了每位参赛者的独特歌星和他们各自的职业路径 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特长 还有市场的需求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不管是在音乐领域 还是更广阔的综艺界 他们的未来 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发展前景 真是让人期待他们未来的表现 目前为止 张以希姐姐 七伟姐姐 和姐姐姐都如愿排进了一项曲奇事精神组 而领两位则是一项曲为月亮之上的蔡文静姐姐和 一项曲为This is me的韩雪姐姐 一项曲为月亮之上的陈丽君姐姐 蔡文静姐姐 萨顶顶姐姐和孙夏琳姐姐 则只有陈丽君和萨顶顶 孙夏琳锁定 其余两位则是一项曲为奇事精神的了言 和法国姐姐Just 与双结棍一样争议很大的曲目 则是第四首This is me 由于此曲风格与其余三首截然不同 好比歌手2024的格莱梅与乡村大舞台 很多不明所以的粉丝们为了姐姐能够高位出道 希望选择这首大气的外语歌曲 但是盲目投票之后却被离之粉劝止 以至粉分析此曲为大嗓歌手专属 一般姐姐很难驾驭 袁亚维和尚文杰当属其中 而其余姐姐近足恐怕只能被沦为背景版 Yes is me 这首歌是基拉塞特尔为电影《马戏之王》演唱的主题曲 此曲由本杰帕赛科和贾斯汀保罗创作 该曲获得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 奖以及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 但这首歌难度很高 节奏难 旋律难 气势更难 没有Divet级别的唱功尽量不要选这首歌曲黑洞 尽管如此 常浩宇姐姐 尚文杰姐姐 万妮达姐姐 正妮可姐姐 袁亚维姐姐都如愿选的此曲 一句目前爆料总结 乘风2024成团制夜分组分曲暂定为 双截棍组 刘欣 谢金燕 朱丹 苗淼 郭碧婷 骑士精神组 张雨昕 七微 何杰 蔡文静 韩雪 月亮之上组 陈立军 萨鼎鼎 柳妍 孙夏琳 Just This Is Me组 陈浩宇 尚文杰 万妮达 正妮可 袁亚维 票数目前还在不断变动 不少看过成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的网友也表示担心 他们质疑投票制度 并称此举为全自动投票制 爆料被迫选择双截棍曲目的姐姐们票数总会突然暴增 骑士精神这边粉丝较少的姐姐票数也不太正常 怀疑一切皆为节目组内定 网友只不过是其中play的一环 虽然现在大家所在的组位基本大事已定 但还有不少姐姐的投票存在波动 其中就包括袁亚维姐姐 据网友分析她很可能被大水冲去双截棍组 希望对此比较在意的网友们可以动动手就依旧这位被成风耽误的歌手 以希望节目组不要辜负成风迷们尊重粉丝和姐姐们的意愿 成风2024主题为大美中国 以希望节目组后续能公布一些国风曲目